音樂 明無神聖你必看的就是這個 明無鳥居 它是近期最紅的王宏景點 為啥其實跟它建造有關 因為從某個角度看上去 它就好像在 岛中央一样 主要是因为它的参道 是往海的方向延伸 据传当时就是有一位大神 他从海上这样走下来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建设方式 好 太成功 现在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 来一个知性的建筑风 这个地方是高知县桃园丁 特色是它九成的土地都是森林 所以这边基本上的大建筑 或是公共建筑采取的都是自然工法 而讲到了自然工法 你会想到谁呢 日本的建筑大师魏延武 所以像我后方这个云之上图书馆 就是它打造的 就像是在山上的一朵云 待会我们走进去看 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建筑 就是像森林一样 很多树木在往下垂 往下成长 所以一进去真的是哇 散叹 桃园丁更有五座魏延武大师的作品 所以等于是它的密度之高 所以如果你是老师的爱好者的话呢 来这个地方就没错了 出来玩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 我们看完白天的高知景象之后呢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晚上 刚刚好碰到的是高知的光知记 在日本有三大夜城 那其中高知就是其中一个 那这一次呢他们强调的是树位 所以树位打造出来的古城会有多漂亮呢 Follow下去 哇 你看到没 这边超级梦幻的 尤其是这个蓝跟我们普通看起来蓝不一样耶 这叫做人殿蓝 也就是取自于人殿穿底下清澈的蓝色 然后透过这一次的光际打上来 然后另外墙壁上面点点点点的是萤火虫 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有夏季的feel 虽然现在在冬季了 转进了这个转角 后面就是本次最大的看点跟亮点 也就是在高知城这里的外场上面呢 直接透过树位透过光雕打上去 然后有一篇一篇的故事 记得要看好看嘛 请记得点赞 magnific啊 遵 d